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江小鹿的频道 那么前段时间由于比较忙,家里落下了不少活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家里落下的活稍微的干一干 第一个事情就是有鸟在我们家的棚的底下搭窝 就在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 棚的这边有一个,在棚的那边也有一个 棚的这边也有一个,我已经尽量用木头给它堵住了 但是这个鸟还是进来,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呢,这个鸟已经那个应该是孵化完成了 鸟都已经飞走了,这两个已经是气,它们气用的槽了 我准备把这里都先清理一下 其实这个清理完了之后,第二年它们应该是不太会来了 因为之前我们清理钓过一个树上的鸟窝 第二年那个鸟就不在那个树上搭窝了 转而到我们的这个棚上面来搭窝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活呢,就是在这个菜园子这里 原来这个路上都铺有这个黑色的塑料板的 但是呢,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家后院的地上来埋了管子找人 所以把这个黑色的板子都掀掉了 那我今天要把它铺回去 下面呢,要垫上挡草膜 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杂草长得很快,特别的快 那么第三个事情呢,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家后院挖了排水渠 这里的土都被翻过一遍了 所以看着特别的脏乱 我呢,准备去买一点那种木屑 把这个上面都铺一铺 铺上木屑之后会看着漂亮一点 不会像现在这么样,看着全是泥啊,土啊之类的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信箱 这个漆都掉的不成样子了 我之前也补过这个漆 但是这个漆黏不上去,一直往下掉 我觉得可能是我买的漆有问题吧 然后今天准备再去买一个专门拿来漆木头的漆 然后试试看 好了,我们换完衣服准备出发了 在墨尔本呢,每两三个区就会有一个Bundings这样的五金店 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的呢,就是离家最近的一个Bundings 年轻人物会儿用喝水 如果你们要来一碗喝水 这份的鸭氧不过一碗喝水 最后的就要进入水 都是否一些烤水 是一碗喝水 就会痂来用有很好的冰箱 每一杯水 一碗喝水 吃一碗喝水 吃 吃 刚刚我从上面把这个鸟窝拿下来以后发现它里面还有三个鸟蛋 我先准备把它放到某一棵我家的树上吧 让它不要在这个上面了 好了我现在把刚刚那个窝放到了我家的树的树岔上了 因为这个鸟窝已经很久没有鸟来了 所以我才把它弄下来 之前经常有鸟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去弄它 就是怕它们在里面会有小鸟要孵蛋啊什么的 怕打扰到它们 但是这个已经废弃了大概有好几个月了吧 一两个月了 所以我才上去移它的 那我先把它移到这儿来 希望鸟妈妈鸟爸爸能找到它 这个也可能是那个死了的蛋 因为这个蛋的颜色已经开始变青色了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蛋是不是死了 接着我们来清这个上面这个鸟窝 这个鸟窝呢 比刚刚那个鸟窝时间还要再久一些 希望这个上面不会再有蛋了 èn 底下 球鸟窝 就在刚刚上面那个槽里面 我们清理出来这么大一堆垃圾 这个鸟也是挺有耐心啊 一点一点用嘴叼过来 然后把它塞里面去 我现在先把这里清理一下 我先把这个鸟也放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我发现我买的这个柵栏的这个长度不够长 然后今天马上就要天黑了 所以呢Pool Mosh的这一个部分 我准备下次再做 等做好了以后拍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准备把信箱的第二遍油漆刷一下 然后把买来的这个柵栏也用这个油漆刷一下 因为这个油漆有的多反正 然后刷完了以后呢 今天的Vlog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哦 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